STARF 谢谢 干杯 干杯 这部车过来了 蒙特利尔正式的给烘托起来了 旅游往巨大 汽车 音乐 啤酒 名车 美女 全程狂欢 所以来这边的留学生 暑假得感受这儿的气氛 对吧 金尼过来了 超车呢 两辆南波金尼开路 这颜色超酷 咱们拍他们 他们拍我们 互拍 警车开道啊 这是 这整个这些都是 这一拍车队啊 对啊 看他们都哪哪的牌子啊 这边是 对 这好多其实都是魁北克本地的牌子 是 你看这都是魁北克本地的 我怎么感觉这个像我的名字 是啊 Jimmy Lee 对你的名字 同款冠名 这个声浪声啊 非常嗨 就是看他们启动 看他们一会儿启动 一串车走 是 都在这照相拍照 很热闹啊 保时捷也多 对 保时捷也多 保时捷也多 一拍保时捷 我看到 在这边 车开了 走了 那小牛走了 是 阿迪奔驰 阿尔法罗米欧 阿尔法罗米欧 对 小牛牛 Lamborghini 保时捷 保时捷 保马 这是Rutus吗 莲花吗 莲花的 莲花很少见啊 对 阿巴应该是奥迪 是 奥迪挺多 好一个女生开阿巴 酷 这两天真的是全程狂欢啊 是 哎 你看这个车 从科威特开过来的 5号车牌 这个车 你看他 他这个车牌是5号车牌 大忌啊 上面呢 这还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标志 对 这 这个车都是从 这个科威特 从外国运过来的 一般很多都是专门参加这个 这个festival的 是 V8 V8 你看他的车牌最扭的 5号 看见没 啊 LATER 后面是科威特 我看到了 哭又人 我刚才说前面自己家 哈哈 哇 全是豪车 对 法拉利 麦克拉伦 哇 这是这个 一年一度的蒙特列豪车节 豪车巡演 这个准备是开赛的节奏吗 哈哈 哇 这声音好大的噪音 一串好车 一串好车 小牛 南波基尼 小牛 南波基尼 很酷啊 这边都是好车 你看都在这拍呢 从这边走 你看这几台牛啊 这有几头牛啊 这是 这养牛场了 都在这拍呢 好火爆 这是咱们拍他们 他们也拍咱们 轰鸣声 哇 这个 还有绘图法拉利基 法拉利基 哈哈哈哈 今天是人山人海啊 今天是人山人海啊 对啊 对啊 这现在还属于比较少的时间 都已经这么多人了 这街上 还都是这些豪车都在这儿 跑车都在这儿 这个巡游啊 在旁边啊 是 人山人车 走 走 咱们过去吧 咱们进到这个 克里森的这个狂欢节的入口了 这真是蒙特利尔最大的年度的这个节日 是 今年 预计有60万人会参加 这在北美 这是极大 属于非常大型赛事了啊 这边有一些车的帽子 还有球衣 没错 不是不是 就是F1的这个车服 车服 还有帽子 这是他们 我们选择在人最少的时候来 哈哈 因为晚上就进不来人了 进都进不来 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 它是成一个梯字形的是吧 对 是的 整个这条街被他们全部包掉了 对 然后全部是晚上的狂欢节 白天呢 看完这个F1 晚上就过来 其实在疫情之后 这样的一个节日 突显出蒙特利尔 其实是热情四射 对对对 蒙特利尔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没错 这边的游客特别多 来这边我估计很多人都是 从世界各地赶来 飞过来 专程为了这个节日 对 非常的火爆 是的 而且今年正好是这个疫情以后 相当于这疫情后的第二年 对 去年还没那么多 因为去年还没有完全开放 对 今年是彻底开放 所以的话 这人啊 今年应该是很多很多 是 前面就是他们那个展台了 啊 这个是在干嘛 换篮胎 换篮胎 即时换篮胎 这边还是有很多活动啊 对对对 超级多的 而且这个节日免费的 对 这个节日呢 每年给蒙特特带来很重要的GDP 你讲100公里以内的 整个酒店都被报 全部被预约满 而且酒店一连 一定就是要四天是吗 对对 价格呢 全部翻三四倍 现在 正常价格翻三四倍 这边本身就是酒吧一条街 也有很多的这个夜生活 对吧 现在呢 它是也是 蒙特利尔最旺的这个节日 每年的这个时候 蒙特利尔嘛 叫欧洲和美国的十字路口嘛 对呀 所以这边的话它是既有北美的生活 还有欧洲的文化 没错 今天晚上这是他们的一个主看台 对吧 主看台 到时候会有著名的DJ啊 这些全部会过来 在这边呢 那个 晚上有个big party 有个大的party 对 它还是Jack Daniel赞助的应该说 对 这个是Whiskey 他们来赞助的这个主会场这块 晚上会特别特别的热闹 太棒了 对 我们往那边走一下 这都在照什么 那辆车估计很贵 咱就不懂 但是它这个有的是 就不是一般的Lamborghini 发动机的声音很大 哦 它还是Nova Scotia的吗 Nova Scotia 对 家人们谁懂啊 这是Lamborghini哪款车 这网上查查这个应该很贵的 不是一般的Lamborghini 是 它那个VOVO可以查一下它的价格 有的 我们上次我就在那个车行拍过一辆 2000多万 巨费 他们的汽车是用94还是特制机油的 特制那个汽油的 那个房顶上还有一个96 对 只能用那种 对 不能用普通的 像这种车啊 换机油 有的就是人家从那个本国飞过来给你换 而且从世界各地过来 而且从世界各地过来的都有 哈哈哈 这个车也在试它的发动机 Good Good 哈哈哈 太搞笑了 它也在试 哈哈哈 今年什么都取消了 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飞奔过来 我有一次开到多伦多去 后面挂了一块 金 叭叭叭叭 哈哈哈 这是免费发啤酒的吧 这是免费发啤酒的吧 啊 to buy the tickets so get the beer right you make an account we give you a free drink yeah 啊就开一个 account 嗯 要开吧就不用 我不能开了吧 no thank you 保时捷才看 黄总这辆车保时捷75周年 然后很夏天的感觉 对才看 对 七彩颜色啊 七彩哦 七彩人生 嗯 这是阿尔法罗密欧的这个队啊 是 哎这下面怎么没有一个亚裔面孔啊 这是上海的周冠宇啊 中国人啊 咱们华人啊 没错 哇 这是唯一一个第一个成为F1赛车的中国选手 哇是吗 那咱们赶紧跟他合个照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阿尔法罗密欧的这个品牌 是阿尔法罗密欧在这边也是个小众品牌 对 对 哈哈哈 赵队在南开 哎红色的也拍照 我让我上 哦 哈哈哈 骚气十足啊 哈哈哈 哪里都有红牛啊 对啊 这边的赛车 换轮胎 啊换轮胎 也是换轮胎 哇 9秒15 今天真的是太热闹了啊 绝对热闹 对 人超涌动 好了 那咱们今天就逛完了 是 这个明年的同一时间 到时候呢 我会给大家 准备一些票 哈哈哈 这福利吗 对 这就是给我们的粉丝们的福利 啊 期待明年我们有机会再来 跟大家做直播介绍啊 对对对 期待明年再见 我们回去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重新开始 哈哈 哎呀 今天真是热闹啊 绝对的 哎呀真不错 真不错 王总 这有辆从安德烈省开过来的 兰博基尼 其实这个广告也是够贴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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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我们很高兴 我们有努力地做这个节目 我们有幸福后疫情 第一次, Maxim, 我们将会有10次的节目 嗨,Jévy 嗨,你怎么做? 好,你怎么做? 非常好,你怎么做? 那么,你怎么做到今天? 今天是一个最大的节目在 Montréal 真的吗? 是个Maksim Grand Prix Party 是一个大队的 大队的Festival Grand Prix 是一个大队的大队 其实是一个最大队的 是最后的大队 我们带到Montréal 第二次的节目 哇 here's the access for the metro station yeah we build all this oh working very hard hi and the prices are ridiculously crazy there's so much demand we have a lot of big sponsors partners and at night from 7 to 11 we have big bands shows we had the Andrew Begg yesterday on 所以王子我们今天来到了 是温莎火车站对吗 对这个温莎火车站 是很著名的一个历史景点 这个 他的这个现在主要目的是 作为一个展台 或者开一个这种 big event 那今天我们会有什么 那样的展览活动 今天是一个叫 Maxime Party 他们在这个 蒙特利尔 同时配合这个F1的 这个festival 一级方程式赛车 配合的一个活动 对吧 对对对 今天晚上是这个很大的party 有很多人啊据说 很多人会看这个party来 而且我看到后面的那个 摆上面有很多的赞助方 所以像鼎鼎有名的赞助方 都有 而且会有很多北美知名的明星会 太棒太棒太棒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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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毛股 gord据 레